12月11日有网友爆料周海妹意外去世的消息在网上发酵一天后 随后有不少圈中人士出来辟谣 说周海妹并没有去世 只是昏迷 目前在医院治疗 当所有的网友都在盼望周海妹能平安康复的时 12月12号的夜晚 工作室发文宣布周海妹去世 这一消息太过突然 让许多网友觉得很难过 没想到最终没有等来奇迹 而是等来了噩耗 随后周海妹的母亲也率全家人对外发布布告 亲爱的海妹 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 家人以你为荣 从工作室更新的消息来看 周海妹11号就走了 也就说当时爆料的人并非是造谣 而是得到了一手的消息 所以才会在微博上感慨一代女神陨落 周海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11月10日时 她现身第九届 亚安大熊猫与自然电影中 她还抱着熊猫玩偶 与大熊猫安安的雕像 寄行了合影 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根本想象不到 她会突然离世 短短三天 从被传去世到有人打脸 再到亲人坐实 周海妹的离世 在大家预料之外 生命脆弱而宝贵 世事无常 周海妹的离去 让人非常惋惜 祝她在天堂中没有病痛 她留下的荧幕上的经典 瞬间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每一次回顾 都是对她深深的怀念 最美周之若如今 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